第29题,以物体在直线上运动,其位置与时间的关系如下表,有关此物体运动的叙述下列合者正确,我们从表上看到了,我们一秒钟他走了20公尺,在一秒钟他走了18公尺,在一秒钟他走了16公尺,我发现他越走越慢,所以表示他的速度是越来越慢,他没有做等速度运动, 所以选项A是错的,选项C也是错的,他是速度越来越慢的加速度运动,那我们就知道他的速度方向与加速度方向相反,选项B是对的,上课的时候跟同学强调过,速度与加速度同方向速度会越来越快,速度与加速度反方向速度会越来越慢,选项猪说,物体在一秒时的顺时速度为每秒20公尺, 我们如果要好好地做,必须要能够求出来,这个的加速度有多大,然后再去算出来,他在时间0秒的时候速度有多少,时间1秒的时候速度有多少,但是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子做, 因为我们发现1秒的时候走到20公尺,表示0到1秒的平均速度是每秒20公尺,但他是一个越来越慢的加速度运动,所以0到1秒的平均速度就绝对不会是1秒的顺时速度, 1秒的顺时速度应该会比平均值来得小,因为他是越来越慢的,所以我们知道选项猪呢是错的,因此第二九题问我们, 有关此物体运动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B,物体的加速度和速度方向相反,